黃珊珊出席士林商圈振興 端出市府方案力拼議後經濟 台下商圈貪商作物屈席 在地長大的內政部長徐國勇也出席 跟黃珊珊聊個不停 不過仔細看看黃珊珊後面坐著的 就是自己子弟兵民眾黨議員參選人黃靜穎 只跟黃珊珊簡單打招呼 大合照也站到最旁邊去 市府就怕又被罵行政不中立 子弟兵有被叮嚀要保持安全距離 確實最近因為這樣的事情 在很多界線打捏上面確實是比較困難 當然會有點尷尬 因為在很多活動上面 可能黑的也會被說成白的 不過同時民眾黨的參選人陳思宇 則是很大膽大合照卡在C位 小金們做法不一 畢竟景年黃珊珊更有曝光 但他身為副市長備戰年底選舉 有沒有人用行政資源競選服選 備受質疑 任人做事從來都不是問題 民眾質疑的是 如果是用行政資源包括預算 來進行競選 今天是市政行程 我們就不想選舉了好嗎 不止行政資源爭議 兩人為了商圈振興隔空互宣 講完拋出月月辦活動 黃珊珊很不以為然 因為以台北市的預算來說 如果照那樣子的話 他可能要變3000億吧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你就是你要看你的多少錢 就做好事了 最近商圈是有效的投資 蔣萬安迎戰黃珊珊猛攻商圈牌 藍白隔空交火 要強選戰話語權 先選黎明達成軍解駐軍 TAPBOT